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3月28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国内最大的危机是粮食危机 病毒一定会再次在全世界扩散 一波又一波 清零政策会让很多人死无葬身之地 在美国时间的3月27号 郭先生与几位嘉宾做了个三个多小时的直播 在直播中 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新中国联邦 乌克兰国际人道救援行动 孩子是救援中最主要的对象 面临现场炸弹的威胁 现场的战友们安全是第一位的 可以随时用任何可以采用的方式撤出来 可以包机撤出 东西都要扔掉 单独的人也可以自己撤出 撤不撤出 完全由前线做决定 郭先生说他预计 接下来普京有60%的可能性 会有大规模的轰炸 还会有大量的难民撤出 拜登去了波兰 布置了反导系统 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 应该是很安全的 防病毒、睡好觉、两班倒 身体不舒服 一定不能硬撑 一定不要职业班 职业班是安保团队的事情 二、还有一万多的中国人在乌克兰没有出来 有两千多个中国人和郭先生本人有联系 由于他们要回国 他们不敢站出来说话 他们说乌克兰的老百姓和中共国的老百姓是不一样的 乌克兰老百姓找尸体的严谨性 在中国永远不可能发生 他们对死者的尊重 炮弹就在旁边 收拾尸体 干干净净的默安 做宗教仪式 然后有人登记 另外他们说 共产党真是骗子 跟中共联系时不是挨骂 就是让他们出各种证明文件 来证明他们是中国哪个公司的各种刁难 三、晚上流传的朱镕基的九条建议 朱镕基的前女秘书现在已经七十多岁 说这都是假的 四、最终美国和西方世界没有选择 习近平和普京的个人友谊 形成了所谓的没有上限的两国战略关系 朝鲜的金三胖也发导弹 伊朗在野门 所谓的胡塞武装也是野门搞的 共产党给的无人机炸沙特 这是个人友谊代替了国家利益 美国说 普京要搞波罗的海五国 不是三国 不要期望美国来灭共 美国永远是被动的 不是主动的 美国在所有的错误尝试完之后 流血之后美国才会做出决定 而做出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 拜登是专业的政客 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全世界的摄像机会无限重复拜登总统这次演讲 就是拜登说的普京你下台吧 五、美国有钟摆效应 有两党斗争 但最根本的是软实力 是信仰美国与欧洲 信仰种族文化是纽带 再加上核心利益 这是美国重欧 清亚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是没有信仰的 他们不懂这些的 没有一个政客是好人 好人当不了政客 但拜登的政治能力是绝对的 拜登说 拜托了上天 普京滚断了 一句话就超越了他前任的总统 拜登做政客四十几年 从来没有对中国友好过 别看他跟习近平勾兑 还有他玩的是利益和战略 奥巴马时期 决策者是拜登 习近平被羞辱 把习踢出去 就是拜登的决定 习近平还自我感觉良好 六、邓小平和钱锡琛都说过 永远要警惕俄罗斯这个狼 俄罗斯不可交 不可信 不要因为俄罗斯1000亿美元的交易 影响和美国1万多亿美元的贸易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一定要反对侵占乌克兰 胡锦陶科技治国 就是拿来主义 其实就是偷 但是他说 俄罗斯的科技不可信 不可用 除了重型武器之外 这次俄乌战争体现出来了 俄罗斯的坦克 简直就是棺材 七、拜登的演讲 是人类一切改变的开始 世界到了三个重大转变的阶段 联合国基本解体 国际规则被打破 中共、印度、俄罗斯出局 未来日本一定加入 欧洲包括脱欧的英国 会前所未有的团结和行动 大欧洲形成 以东欧为中心 美国是最大的赢家 会有无数改变世界的马斯克出现 中国一定会解体 印度会回到二战以前 日本在二战后 会重回世界超级大国行列 由于疫苗灾难会加速改变 今年年底到明年 世界会用最短的时间 完成人类千年的政治民族宗教版图 十、习近平和普京签了协议 说中共国和俄罗斯合作无上限 这一句话就使得中国人 下时代人都付不完的代价 并且中共开动宣传机器 让80%的中共国人 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 愚人者愚弄天下者 必备天下愚弄 独裁的结果就是没底线 最终不得好死 共产党说无上限 有底线 就是在玩弄全世界 只有普京和共产党能干得出来 十一 习近平知道 他不打台湾 台湾的民主和自由 就会刮到北京去 香港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年轻人 一定会把他给拿下 所以他肯定要继续 打台湾 让大家都变成傻子 他在愚弄几十年 他们从不会考虑国家 以及老百姓的利益 全世界任何一个总统 都不会把老百姓的想法 利益安全 放在他自己家人之上 独裁国家 是把他家人的利益 放在老百姓之上 还骑在老百姓脖子上 牺牲老百姓的利益 西方国家是在法律范围内 尽可能保护他家人的利益 十二普京和习近平一定会被消灭 只是什么时间 最后带走多少人的问题 十三 在亚洲 日本被唤醒 在欧洲 德国被唤醒 对世界的军事影响非常大 虽然德国的能源科技和网络通信科技很差 但是其他方面非常厉害 就是排在第一的位置 德国国防军费的调整 对世界军事影响能三分天下 俄罗斯被替代了 法国这个国家在五十年 一百年之内都不会有希望 非常极左 另外他对面的大英帝国的金融地位 欧洲最清廉的政体 使得法国永远赶不上英国 默克尔是霍西尼玩交易的专业政客 他就是欧洲的基辛格 但是模糊政策给欧洲带来了最大的危机 美国的基辛格和德国的默克尔 在政治上绝对要受审判的 欧洲能源依赖俄罗斯 但清洁能源的发展是未来一切的一切 十年左右的时间 沙特 阿联酋 伊朗 俄罗斯的石油就会被取代 未来的钻石黄金都不会值钱 未来很多金属会从外太空带回来 马斯克就有这个本事 外太空的能源多到你不可想象 能源制约欧洲的时代即将过去 十四 西藏的财望罗布 约害前一天跟郭先生联系 他说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他和郭先生见面 两人一起吃吃吧 郭先生跟财望说 他也做了个梦 梦见了财望 在梦里财望说 要烧掉连着他风筝的那根线 然后梦中那根线真的就烧了 财望一直为战友们送经 因为看直播有两次曾经被打得半死 一定要坚信共产党体制内 百分之九十几的都是好人 有战友被抓后 警察把自己的饭给战友吃 警察表面上服从领导 假装踹战友 但暗地里帮助战友 十五 共产党是邪恶的体制 现在只要有人类的地方 就恨共产党 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是魔鬼 但是连川普班农这个级别的人 都以为全中国人都是共产党 中国人只有站出来消灭共产党 说你不是共产党 你才有生路 如果不消灭共产党 不止老百姓的钱没了 就是上层权贵的钱也没了 所以他必须要消灭共产党 消灭习近平就是消灭共产党 最快的方式 灭掉习近平就是灭掉共产党 有新中国联邦在 中国绝对不会出现 俄罗斯那样的假民主 真独裁 换个把甲 独裁又出现的情况 十六 郭先生最近一直在和 环境治理 治理污染的牛人在一起 某大佬说其实中国现在有很好的办法 尽快治理土地污染 解决现在化学肥料的使用 解决粮食问题可以用以色列的农业种植办法 某牛人会无偿提供办法解决中国的污染问题 生活中中共国的老板 没有一个人能让别人尊重的 马云 王健林 马化腾 董文彪等等 一个都没有 俄罗斯的大富豪都是很有品位的 阿布是叶利钦的白手套 他是最有品位的 七六七飞机这么多年仍然保值 他是游艇的最大玩家 是游艇的创始人 创造者 俄罗斯的富豪绝大多数会被赦免 美国的埃布斯坦绝对聪明的人 性能力不行 升职器变形 所以他变态 到哪里都会被诅咒 他是个天才的混蛋 好人中有富人 富人中也有好人 中共倒台后 很多人会被冤枉 这是不可避免的 新中国联邦人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减少被冤枉的事件发生 十八 2020年共产党放完病毒 弄完香港 食指上已经死了 共产党不可能再活下去了 2025年是彻底没有 物理上没有共产党了 普京和习近平要不 希特勒 斯大林 毛泽东 萨达姆 齐奥塞斯库 卡扎菲 还要受到更多的诅咒 19 国内最大的危机是粮食危机 病毒一定会再次的扩散 一波又一波 放毒的能管住病毒 是很愚蠢的想法 他根本管不住 这就是报应 清零政策会让很多人 死无葬身之地 香港 韩国 大陆 包括美国 加拿大 以色列的病毒复发 就是因为疫苗灾难和病毒复发 最坏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只要共产党在 病毒就不会停 疫情还会持续大约两到三年 没有共产党 病毒就消失了 这是天意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